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136位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醫療不斷在進步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哪些以前認為的醫療觀念 其實已經OUT了呢 好辣軍團們 又深受哪些觀念影響呢 十番小屋是林彥均 哈囉 大家好 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想要先問瓜哥一個問題 請說 我想對你來說應該很簡單 就是世衛組織有列出幾個就是 很難治癒的一些疾病 第一個 健動人 第二個 白血病 第三個 艾滋病 第四個 是內風濕關節炎 請問這四個裡面哪一個 是有可能被治癒的 內風濕 關節炎 那種比較像什麼帶狀泡疹 或者像那種 所以他一輩子可能不見得會好 看你身體狀況 對 抵抗力好不好這樣 你說艾滋病 現在也沒有人醫好的 對啊 就像糖尿病也不會被治癒 對 就只能控制 那你還說什麼 還有白血病 白血病 白血病去血癌 血癌配對骨髓成功就OK 那你才第一個什麼 見動人 見動人 見動人不可能治癒 對 好像都會只是會慢慢 只是速度慢或快而已 對 所以答案呢 答案是剛剛白血病 白血病 對 血癌 答案是對的嗎 對的 好厲害 分析得非常分析 對 我們要搶你們飯 我只是吃了 對 再換瓜哥開個門診 對 開診了 好 今天大家知道 看我們節目 你看 我也不是變很厲害 我只是因為這節目吸收的 對啊 我的腦袋不好 我都可以吸收那麼多 那你們觀眾朋友 吸收更多 對不對 來看一下 好 你深信不疑打破了醫療舊觀念 來 開刀好傷元氣 切除部位 反而易饒永逸 是的 陳老師 其實瓜哥要說自己頭腦不好的話 大概沒有人頭腦好了 我也 你客氣 那我想問一下 膽囊切除是不是就不能消化油脂 剛開始不行 應該這樣說 其實膽囊的部分 它只有儲存膽汁的功能 對 而我們消化油脂是靠膽汁 可是膽汁是由肝臟分泌的 也就是說你只要沒有肝臟 沒有被切沒有幹嘛 你本來肝臟就會一直分泌膽汁出來 所以切不切膽 跟你消不消化油脂是兩回事 只是少了一個儲存空間而已 好 就是如果現在沒有聞名的話 我們都是動物 所以為什麼要當初要有膽囊 我們都是 大家都動物的時候要有膽囊 結果我抓了一個生的什麼豬 就拿來吃了 拿來吃的時候 這時候膽囊要瞬間收縮 分泌大量的膽汁協助我消化 可是現在的人除了吃生魚片以外 他不會去吃這麼生的東西 都會經過噴條的這些過程 所以膽囊來講對我們來講 他就沒有這麼大的一個作用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你膽囊切掉之後 你的總膽管在一年左右 會略微擴大 來增加他膽汁流到十二指腸的 這個速度會減緩 那增加你這個裡面的總膽管這個容量 所以呢 意思就是說 你開完刀一年之後 你吃太油的東西 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拉肚子 剛開完的一年內比較會這樣子 那我要舉的一個例子是這樣 一個來看我的時候已經是25歲 一個25歲女生 那她是18歲的時候 就已經有膽結石發炎過了 膽結石發炎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醫生也都有斷斷續續建議 他要開刀要手術這樣 可是呢 這樣你就覺得說 還沒結婚 還沒結婚 還沒生孩子 又要去麻醉開刀 就要麻醉開刀 而且又聽人家說 膽拿掉之後以後 一輩子都是拉肚子 就像你聽的都市傳說這樣 然後一輩子拉肚子 那以後怎樣怎麼嫁人 想了一大堆 所以就一直不開刀 那中間呢 這幾年呢 發生的頻率 膽發炎發燒的頻率越來越高 那到後來還是堅持不開刀 每次都要壓 寧可住院 寧可打針也不要開刀 後來他是25歲這一年 就是到送急診 那送急診的時候最主要是 黃膽 整個黃膽都跑出來了 那本來想說 會不會是膽結石 掉到那個膽管裡面 我們節目也常分享 結果內科一幫他做胃鏡 坐進去要進去撈石頭 裡面根本就沒有石頭 那但是他的膽管 變得非常非常窄 那為什麼會變得非常非常窄 你要知道一個器官 不會只是一個器官 比如說膽這個東西 它旁邊有肝臟 有十二指腸 有腫膽管 有大腸 結果你在這邊 反覆發炎 反覆發炎 一直發炎到後來怎麼樣 就像你的皮膚 一直發炎 一直發炎的時候 它會變成這樣 旁邊會黏 而且會變得很硬 然後就整個 把那個膽管給它壓住 它整個壓住之後 就變得很窄 所以它就變成黃膽 好 這時候他們終於 黃膽這麼嚴重 你一直不處理的話 它之後一隻黃膽 所以它就願意開刀了 但是一般我們在開膽結石 膽發炎 就算你是初期的發炎 一般我在開 打三個小洞 二十幾分鐘就開完的刀 那一台手術 為了要把它 把跟旁邊這樣黏 要把它分得清清楚 我總不能看到膽 我就把它剉起來 剩下裂傷不管 對不對 所以你要慢慢分 慢慢分 然後又很怕傷到它的膽管 造成它以後一輩子 膽管如果有畸形 它又會反反覆覆 有其他的併發症 所以單單那台刀開了兩個多小時 然後本來開這個刀 肚子是不用擺什麼東西管子 它也擺了一個引流管 擺了大概四五天才拔掉 也就是說它還算幸運說 最後是有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這幾年它受的苦 這七年受的苦 反反覆覆進出醫院的苦 還有就是它手術中 所承受的一個風險 雖然最後是一個喜劇收藏 但是它把它自己 因為一些迷思 就是丟到一個很危險的一個境地裡面 是 我本來想說要把單也割掉 然後呢 其實是前陣有一陣子 我的腸胃常常不舒服 然後我就會有很想 就會痛到有時候會 然後甚至就是在工作前 我有時候就是 會有一點點想要吐 然後沒有辦法去上工 等這個狀況 那妳怎麼沒有懷疑妳懷孕 對 但是 因為那時候沒有東西 那時候 妳不要把我的秘密講出來 她不是結婚了嗎 是結婚啊 但是她們常常就沒有搭在一起 對 妳不要講出來對不對 好 現在有搭在一起 好 重點就是 沒有 我們比較想聽 妳們沒搭在一起 對 沒搭在一起 下次再來分享 就是我會有一點就是 我有時候工作前 我就突然胃不舒服 然後會很想吐 然後我的經紀人會跟我講說 妳是不是有 妳幻想妳自己感冒 妳幻想妳自己不舒服 對 然後我就說 不是 我是真的胃不舒服 後來她就建議我說 妳要不要去做個健康檢查 因為一開始我的頻率 可能半年有 半年只有兩三次會這樣 然後變成說 一個月大概有兩三天 就是頻率變得很平常 對 然後以前還會覺得說 可能是因為我可能突然感冒 然後腸胃不舒服 還去看醫生 那是重點是我看完醫生之後 我吃了那個藥 我今天才吃完一兩包 我又馬上好了 她說哪有感冒那麼立即好的 妳是有病嗎 然後我就 妳是真的有病嗎 那是妳有病點 然後重點是 我就是還聽她說 好吧 那我乾脆就去醫院 做一個全身性的檢查 報告出來之後 醫生跟我講 我的腸胃沒有問題 但是我的膽裡面有結石 然後我才想說 竟然有膽結石這件事情 因為我只有聽過腎結石 然後我就問醫師說 那膽結石是為什麼我有膽結石 他就說我可能就是 飲食不均勻 然後暴飲暴食 或者是我極度減肥的時候 都會造成膽 可能那個膽汁的分泌不均勻 有結石的問題 所以我就有膽結石 那我說那這個膽結石 我該處理它嗎 我的胃不舒服 是不是因為這膽結石的關係 他說對 因為我就很喜歡暴飲暴食 如果我工作的時候 有時候我都乾脆一整天都不吃 那一結束之後 我就會 要犒賞自己 我就會大吃大喝 然後那個時間 就是會很不穩定 所以我常常吃完東西 我會造成肚子的疼痛 那我就說 那我該怎麼解決 我是不是要把膽拿掉 那妳怎麼要很痛 要會很痛 我痛啊 我痛啊 我就痛到會冒汗 對 就是 而且我有三顆 多大顆啊 一點 一公分多 還沒有到三公分 所以醫生說 一公分還可以 真的嗎 應該還可以 不行 等一下來解釋一下 就是因為我就 我有問他說 我要不要處理 是不是要把膽結石給拿掉 還是要把整個膽拿掉 才不會就是 有時候我吃完東西會疼痛 對 然後他說 如果我的飲食控制好的話 基本上我就不需要再去處理它 所以我現在就是有定期的去追蹤 只要它不太大顆 我沒有什麼問題 他就說那就暫時先這樣 膽會痛的原因 就是說 當妳的石頭滾滾滾滾滾 滾到那出口的時候 剛好塞住的時候 你就聚痛 對 滾開的時候你就好了 那妳暴飲暴食的時候 是不是妳瞬間進很多食物 膽就要收縮嘛 收縮的時候 會把石頭容易擠去那邊 妳就會痛 妳就會痛 所以妳不要暴飲暴食 就是比較不會 那我要怎麼樣 防止它不要就是 就是跑到那個膽管 或者是其他管子 那我要做什麼動作 對 就是那個膽疾滾滾 對 因為按照現在的食證醫學來講 其實認真講 妳應該是要開刀 說實話 膽疾滾滾滾 不是大小顆的問題 我們有時候 我們臨床醫師 反而很怕膽疾滾滾滾 很小顆 妳很小顆妳就會 跑進妳說的 跑進膽管裡面去 那我養大一點 對 那什麼妳故意養大 妳故意養大 就很容易卡住 而且妳的養大 就容易像那個石頭的表面 會剝落碎片 是 對 妳養大大到一個程度 反而這個石頭 反而不穩定 它更容易撥東西下來 那一樣 所以其實認真講就是說 很多人當然 會用很多各種理由 去說服自己 對 不想開刀 對 就是不想開刀 那反正等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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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